今天沃亚与思心特签约成功 我呢 代表沃亚科技 对宋总和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 这几天你们加班辛苦了 我敬你们一杯 来 祝贺徐总 恭喜徐总 谢谢 听说徐总和陆总 以前是同学 是大学同学吧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和陆家是大学同学 陆家 徐总 我敬你们一杯 祝你们恩恩爱爱 忠诚眷属 谢谢 徐总 你可真是好福气 陆家以前可是我们的细花 细花 还有这么个事我不知道 别听压力下说 没有的事 徐总和陆总监 真是狼才女貌 大家说是不是 对对对 陆总监和徐总 不但情投意合 还和徐总共同创业 真是难能可归的贤内助 大家过奖了 说起来宋总和宋太太的爱情 才是一段珠联碧和的佳话吧 来 宋总 来 宋总 其实 我离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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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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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唱什么 我帮你点 不 不 不 我真的跑掉 大家就别为难陆家了 他那个 唱个跑掉 我陪你唱 好 就这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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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唱吧 我真跑掉 你先唱吧 让吴辉 装上顺项没几岁 我们学下防备 不愿变真伪 让吴辉 错过后更虚伪 重逢后多珍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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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遗憾 年少不懂真爱 时辰大海得比闪光而待 还真是大 时思被看穿 时光被经验 这箱子太小了 塞不下呀 你给我 你这么乱乱的放 怎么能塞下呀 你爹好了 是是是 我发现 你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 一样没变呀 还记得那会儿 刚毕业的时候 我找不着房子 最后还是你收留了我呢 还挺怀念 那个时候合租的 是呀 我们一起吃泡面 聊梦想 是啊 我还记得 我们俩为了面子 还有英语练习对话发音呢 我发现 你们卧亚运气挺好的 时光这次能赢得投资 算是险胜 其实跟你们同场竞争的签默 也是不错的 它的下载量呢 是超过时光的 当初啊 我们都以为签默能拿到这笔投资 最后没想到 就花了时光了 论数据 签默确实比我们略胜一筹 可论发展前景 我们时光也不差啊 而且运气 算是实力的一部分 说不定是人家宋俊熙 故意放水的呢 说什么呢 人家宋俊熙好歹也是个商人 更何况我陆家 是那种让人放水的人吗 你是神女无情 可没准人家相亡有益呢 大小姐你说够了没 我没说够 还有呢 你听见没 刚才吃饭的时候 宋俊熙故意说自己离婚的事 你不觉得 她是有意说给某些人听的吗 你自己说吧 我走了 陆佳 我问你 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跟宋俊熙 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啊 那些传闻你相信吗 我不信啊 所以我才要问你嘛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跟宋俊熙只是工作关系 嗯 行 我信你 啊 朱雅丽我发现你还跟原先一样 说话直来直去的 哎呀 陆佳 你不知道 我现在看你过得这么好 真的很替你开心 好啦 今天辛苦你了 你也累了吧 早点休息知道吗 好 签目的数据跟评价确实不错 好 到了 明年那边会建一个客展馆 旁边会建一个互联网交流中心 你看那儿 那边正在修地铁 以后去市中心都很方便的 原来 这就是东周未来的高兴区啊 对 这里也将会有未来的涡牙大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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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就是这个 再说时光 近日 思青特集团投资了一款社交类应用 时光 时光由沃亚科技独立开发完成 主打重拾遗落在时光里的缘分 很多人通过这款应用联系上了多年未见的好友 时光虽然上线时间不长 但用户增长量迅猛 是如今备受瞩目的应用之一 时光虽然上线时间不长 但用户增长量迅猛 是真人不够好看吗 好 我看看啊 真人 怎么这么好看呀 但在时光的光环下 神与科技同期上线的社交类应用千莫 就显得暗淡了许多 其实时光和千莫最初都是 思青特这笔投资的有力竞争者 但思青特最后选择了时光 这两个应用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 很多科技类媒体评论员 都纷纷为千莫表示惋惜 认为千莫并不输给时光 如果最初是千莫取得了这笔投资 那如今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他们怎么不介绍介绍创始人啊 这是财经新闻 又不是花边新闻